大家好,欢迎回到侃侃汉语,我是高杨 最近我遇到很多学生问我 高老师,为什么我学了十几年汉语 我的汉语还是不够好 中国人说话我还是听不懂 汉语是不是真的很难学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可能你也一直在问的问题 怎么学好汉语 要学好汉语,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人的逻辑是什么 比如说前,后 在汉语里既可以用来说位置,也可以用来说时间 这个让很多学生觉得很奇怪 比如说,我们学校前面就是超市 我十年前就学过汉语 那么这里,学校前面 in front of the school 十年前 ten years ago 钱可以用在位置,也可以用在时间上 在中国人看来,位置的钱和时间上的钱是有关系的呀 可能你会觉得,啊,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这是外国学生会觉得中文挺奇怪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最明显的几个不同 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表示方位 我们先说东西 然后说上、下、左右、前、后 比如说桌子上 那我们来看看 这里的图片里的情况 用汉语怎么说 我的小狗在哪儿? 你的小狗在桌子下面 小猫在哪儿? 小猫在椅子上面 所以中国人先注意到的是这个东西 然后再说上、下、左右 好 二 汉语里头话题最重要 那汉语里面 竹语、宾语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说什么话题 比如说我现在来说这个钱包 我对这个钱包很感兴趣 那我会问 这个钱包你是什么时候买的? 这个钱包是多少钱买的? 这个钱包是在哪儿买的? 你看 我连你这个主语都省略了 So in the sentences I even omitted the subject you Instead, our topic is the wallet So keep in mind The wallet counts first Others don't matter that much 我说这个是因为 外国学生会比较重视句子的完整性 Foreign students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sentence 所以他们会说 你是什么时候买这个钱包的? 你是在哪儿买这个钱包的? 这样说没问题 只不过中国人很少说这么完整的句子 好 三 汉语很少重复 不管是单负数还是实态 只需要一个标志就够了 Chinese language avoid reputation No matter it's about plural or singular forms or the words to show tenses Just keep one mark in the sentence 让我来举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我们班有三个老师 我们班的老师们都很好 这两句话都对 但如果是我们班的三个老师们都很好 那就错了 为什么呢? 三个老师们 三个老师和闷都表示负数 那么在这个句子里头留一个就可以了 Three teachers and men both indicate plural forms So just keep one in the sentence 再举个例子 我去了商店 我去了商店 我买了水果 也对 我去了商店买了水果 嗯 错 And it's so weird 为什么? 因为两个动作都完成了 那么在一句话中用一个了就可以了 The two actions have both completed And they're in one sentence Just keep one le to show the status of actions To show the completion of both actions 那我们应该说 我去商店买了水果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有什么想要学习和了解的 请在下方给我们留言吧 别忘了关注加点赞 下期见 拜拜